我這裡的錄製的話 那...等一下會看到的是 這一個...某一個文件 然後剛好搭了這一個,這個有看到了吧 阿姐你有看到上面寫哪一個英文單字嗎?你有認識的? 這樣會不會太小?我再更近一點 還是我上下電到了? Ware at least temperature 溫度,好不好 所以我等一下...應該這樣才歪掉了 可能這樣才正吧 我先把他的那個泡打開 因為等一下你需要 這裡有一個按鈕,我把泡打開 他應該有在閃吧? 紅色在閃對不對? 有吧? 你沒有看到嗎? 紅紅的在閃啊,有嗎? 還是那個? 我沒有看到耶 真的喔? 糟糕了,那現在可能就是那個了 好,還沒關係 那...我現在要看的那一份文件呢 基本上你們Google Crash Run的部分 然後呢,之前講的那個軟體下載的位置 然後那一個,你如果OK,你順便把它下載 在...這裡的網路工具 然後那個軟體當時呢,有另外一個網址給你們 也就是說你們下載應該可能 ES1的Windows的執行版 或者DMG的Mac 那還有一個是... 咦,這是完整的喔 完整的很大 咦,我看一下喔 如果沒有,我就要從我這裡去 傳上去給你們 只是我的剛剛有重開機 所以檔案包會不會 等一下會找了一段時間 就...就尷尬了 等一下 簡易操作手冊 啊對,沒錯 簡易操作手冊 來,各位你們下載這一個 因為等一下要講到這一個好不好 好,那我這裡已經...剛剛有打開了 所以呢,我就照著這裡來說明囉 意思 這裡是...等一下呢 差不多會用個十幾分鐘 給你大概看一下 那你們之前一直在看的 就這個軟體齁 SparkView 然後呢,它有簡單版的 也有那個一百多頁的 那我們現在呢,大概看它而已 因為那個一百多頁就靠你自己了 那軟體的話呢 上次有跟你講了 齁,就是這個pascore 它的這一些儀器 對應的soware 對應的軟體 所以,剛才有講那個.exe的版本 齁,就是windows的版本 然後那個.dmg的呢 就是mac的版本 齁,那你如果是手機或平板 就到你的那個app的store 然後自己去打這個軟體的名稱 就可以去download了 那這裡說呢 內建呢 都是這個叫做用 欸,有的是直接要線條的傳輸啦 那基本上全校買的 都是內建藍牙的 因為都 目前我知道是我們第一顆 又買一些儀器 齁,所以內建藍牙都有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 齁,意思也就是說 剛才你看到了溫度的感測器的話 我把它給放大 白白的,然後呢 它就會寫它的編號 還有它的儀器的名稱 然後可以測什麼 像這個說明書 這個呢,就測ph值 這裡,ph 你應該有看到吧 那 齁,這是它的power的按鈕 然後某一個地方應該會有藍牙的符號 只是我這裡線接動 我沒有看到 可能它的解析度的關係吧 那反而上面呢 另外的這種需要線條的 有有有有 呃,這裡 有一個是它的 符號在這裡 這個它有通用介面 然後用這個藍牙的 然後這種呢 就是電池 有內建鋰電池 那有的呢 不是內建鋰電池 有的是那個鈕扣電池 鈕扣電池 應該算水電池嗎 不過我有點忘記了 總之它有的是 可以充電的鈕電池 那如果鈕電池通常用USB的線就可以充了 那 那這裡的話 等於它前面在講這一些 就等於這個軟體 然後搭配的 是要給誰用 然後如果你是平板手機 就這裡寫的 到它的Apple Store去搜尋 那 學校買全校售全版 上次也給你講了 但記得那個 網址不要隨便給 那好家在我有設定學校的網域才可以 不然 流出去可能就會法律問題 所以不要隨便流出去 那這個之前你們也都用過了 也就是 在還沒有居家學習的時候 應該也拿溫度的感測器吧 欸沒有好像不是你們班 是五班的樣子 然後用這一個傳感器的傳輸 那之後的話呢 我有給你們看 我就直接用 學校有買那個威樂的感測器 然後去下載 我好久以前 在我家的屋頂 用那個天氣的感測器 然後的一個紀錄 然後直接去畫它的 變化的圖 就用原程紀錄 那之後有幾次呢 都用這個手動輸入 就好像剛才呢 請我們的11號的客先生 去輸入呢 類似潮汐 就它有兩個軸 X跟Y嘛 那X呢 我剛剛就講 為了時間問題 快點是直接用123 就好像假設一個第一 一個小時 第二個小時如何的水位 怎麼怎麼的 那之後呢 剛才用了我們正寫的擬合 就看是賽的關係就對了 所以呢 等於這三個 我們之前都用過 所以我想說 我們都有感覺 再來看這個說明書 不然直接看說明書 我慢慢講 應該就睡著了 那如果這裡的話 下面講了 你最好不要把它用到完全沒電章 會掛點 那每隔一段時間 至少兩三個月用一遍 那這個手機或者平板的話呢 你在使用之前呢 藍牙要打開 所以我這台電腦 我等一下要連結 所以我這一個開啟藍牙 我也得開 不然 到時候等一下就會沒辦法去做好連結 那連結好之後呢 這裡搜尋的就不要理它 因為要透過軟體 不是直接這裡按連結可以成功 不是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剛剛已經 把我的筆電的藍牙開了 那到時候等一下會透過藍牙去用 那這裡你有沒有看到 它連結方式的話呢 是你要去啟動該軟體 而不是透過我現在的這裡有右上角去按任何一個 這都是我自己的那個 那個喇叭的不同的型號 總之呢 你要透過軟體才可以去透過藍牙的連結 那USB是剛剛講的有限的 那目前學校用的都是用藍牙的 所以這個有限的USB的我就不理它了 那之後的話呢 連結呢 我要怎麼辦呢 我剛才有我的畫面給你們 我的畫面呢 像這個樣子 就剛才講的這個這個 只是它的那個power好像太久沒有 它就會按掉 那我有從我的左半邊的那個Windows看 好像它真的 你們看不到它正在閃正在亮 可能就是那個網路傳輸的問題吧 因為我現在的Mac我看到畫面有亮來亮去 按你們的好像真的沒有 好沒關係 那我如果按連結 我猜應該就一直懶懶的吧 這是我猜啦 來那我按我的軟體出來 所以我的軟體我把它給打開 然後呢 我剛剛講透過右上角這個連結是沒有用的 要軟體打開 然後現在是傳感器的數據的連結 所以我就把它給打開 然後這裡呢 正常而言應該就會跑出來 所以這裡有一個temperature 這個008976就是呢 每一個不一樣的感測器都有一個號碼 你看這裡 號碼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出來 應該有吧 欸只是好像有相反 那叫近色還是什麼色的 我看我如果把我自己的釘在畫面的中間 它會不會比較大 欸沒有這個取消欸 真的看不到 算了算了 來不管怎麼樣呢 等於 等於呢就是呢 它有一個編號就對了 所以剛才呢 這個008976就是它的編號 然後呢 我就把它按連結 現在正在連結當中 那連結好 就不會是我剛剛講的紅色正在散 應該會是一個 藍色 只是我自己現在看 它沒有持續量欸 所以我投影它的畫面 給你們應該也看不到 所以我就算了喔 來這裡的溫度的話呢 一般呢 就這個圖表的呈現 所以我們再回到那個 使用收明所冊 因為我最主要是要講這一個 我現在錄多久了 嗯 哇這裡沒有辦法看到時間喔 算了算了 那我繼續講 所以我剛剛的動作呢 等於叫做呢 我就啟動了我的軟體 然後用藍牙呢 去做一個連結 那也啟動了我這個 傳感器的這個數據 就剛才中間的畫面 已經進來就看不到了 那 之後咧 這裡就會顯示 可以呢 測量的參數 那我剛才呢 他應該就是溫度的感測器 所以呢 測量當然是溫度 然後之後呢 這裡有其他的顯示 我剛剛選擇是直接呢 就是圖形 喔 就這一個 喔 因為呢 我們剛才我是連結 我的溫度的感測器 所以當然就是 傳感器的數據 直接連結了 那連結好之後呢 就會去看到它的一些的圖了喔 那這裡有其他的功能 之前有說過呢 如果你要改語言 就從最左半邊 這裡有三條線的這一個 就可以改你的語言 這裡 就可以改那個設定語言的部分 應該是 咦 我的Mac沒有嗎 我記得應該會有耶 神奇了 那可能是軟體的版本 Mac或者是Windows吧 因為Windows我記得 我有教同學如何去改設定 那我這裡目前沒有跑出來 不管怎麼樣 那如果呢 你的現在呢 Windows打開 是一個領取的話 記得打開完之後呢 你的軟體必須關掉 再重新的把它給打開 才可以呢 更換成功 那這裡我就不再贅述 反正剛才用的是呢 傳感器的數據的部分 那我現在呢 就直接記錄 那當時應該有跟你講過 如果呢 你真的有那個儀器呢 電腦的 或者是呢 Windows Mac的電腦的 筆電的 你一定要正式版的 才能夠呢 連結成功喔 如果你是呢 那個呢 他的原廠的網站下載的 然後你有儀器 是沒有辦法連結成功 因為這個要正式版 才有這個功能 就是要錢就對了 那如果你是平板的 或者你是手機的話呢 他的功能沒有鎖住 他全部都open 因為 對於平板跟手機 你就是編輯比較不方便嘛 那就把所有功能給你了 來 那我這裡就實際做記錄 因為下面有一個紅色的按鈕 只是這個記錄的話 有一些的設定 這裡跟你講一下囉 這裡有一個週期 只是上次有跟你講 這個赫子 通常我們是頻率的單位 所以老實說 我不太喜歡他用週期這個名字 我比較喜歡的是他用頻率啦 那如果就這裡的圖的話呢 他現在顯示了 這個頻率的話呢 是20赫子 那赫子呢 你應該有印象的話 叫做每一秒鐘 每一秒鐘幾筆質量 每一秒 所以那個20赫子呢 基本上就是每一秒鐘呢 有20筆質量 就是他的取樣的頻率 取樣的 我這個用滑鼠寫 好難寫 你們應該很多老師最近用的 叫做他有去花錢買那個觸控筆 把我拆 或者呢 直接用平板直接寫 來 不管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測囉 也就測給你看 所以呢 這裡呢 叫做20赫子 不良赫子 那我直接每0.5秒好了 欸不對 0.1秒 所以我用10赫子 0.1秒 就是1秒鐘 10次 10筆質量 齁 所以呢 這裡的話呢 取樣這裡有手動的 有週期的 週期呢 就是1秒鐘10次的 喔 剛剛講我喜歡把它叫頻率啦 對應到這裡會比較順暢 齁 所以這個取樣頻率可以自己去改 我按確定囉 所以呢 現階段的話呢 我的取樣頻率已經改好了 那現在外面的室溫 或者這一支本身30.5度 我就要開始 那現在他正在測 那我現在呢 故意把我的手放在上面 去做摩擦 摩擦 喔 我溫度越來越高 應該有感覺吧 等一下我放開 如果我把這個運行 這個把它移動一下 我覺得要擋住了 我現在手沒有在上面 所以等一下應該要慢慢的降溫吧 那你應該有感覺 這個呢 剛剛我講1秒鐘 10筆之要 應該有吧 因為他現在跑了還蠻快的 你看這裡 22到24等於2秒鐘 他每一個隔線的話 2秒鐘應該很多點點點吧 如果我要看更仔細 可以拉開 結果那個點點點的 會更清楚 有吧 我把它拉開 應該呢 點點點很密 我好想打噴嚏喔 我一招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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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打好多下 來那這裡的話呢 等於它 我現在手沒有在上面 所以溫度當然越來越低 那我手啊 上去 就要摩擦 摩擦 摩擦 磨得好快 喔快好快 那手就溫度越來越高 我玩玩看 7度 三十八 三十八 喔 手要越來越碳 三十腳 還都不能 還都不能 燙到 疼到 歪摩擦了 到四十度左右 四十 四十一度 來 我們再回頭看那個文件囉 因為現在已經五十一分了 來 所以呢 剛才呢 這裡我已經手動給你看過了 改天呢 會給你自己去操作囉 如果忘了 就用我現在這一段影片自己恢復記憶 我剛剛用的是走起 不是用手動 手動的話呢 等於剛才 你剛剛看到前面有那個pH值啦 pH值你可以想像不同的容易 也許是小蘇打法 然後泡水啊 喔 他應該是減性的 就能夠呢 數字呢 大於7 也許呢 就拿你家的醋啊 檸檬醋啊 健康醋啊 什麼醋啊 都好 那他pH值的話呢 應該就會小於7 那你就不同的容易 然後去測那個 你比較會想用手動 來 那這裡的話呢 這個赫值呢 5赫值就是每秒鐘5次嘛 每秒鐘5次 齁 這個我剛剛用給你看過了 那我剛剛的這個紀錄是10赫值 所以應該是每秒鐘叫做10筆資料 好啦 我們繼續往下拉囉 喔 所以這裡的話呢 告訴你呢 你的週期可以呢 怎麼了 可以連續的 持續的做紀錄 所以呢 剛剛的話呢 可能就是 每秒鐘呢 10筆資料 所以實際上呢 等於我的取樣呢 就是 就是10分之1秒 齁 就取一個囉 齁 時間間隔就10分之1秒 然後呢 我就開始記錄 啊 手動剛剛給你講 就用那個pH值 你可能才會去手動吧 或者呢 等磨一次 磨擦兩次 然後我們繼續手動 齁 總之你改片測了你就知道 來 下面有一些小工具呢 小工具的話呢 事實上它會跑出那個啦 跑出文字啦 所以如果你忘記也無所謂 直接讓我這裡stop 因為我要 讓它跑出文字給你看 來 這個呢 文字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 縮放適當的配置 按 縮放 我沒有喔 我用滑鼠棍 啊 沒有 這個按了 才有這個歌手 啊 就可以平移 或者這裡呢 可能就局部的縮放 好 局部說法 喔 總之你自己再去試試看啦 喔 把它給按叉叉了 喔 或者這個 這個叫什麼 來 跑出它的文字 新增坐標工具 多重坐標工具 這個呢 新增協率 這不可能有固定協率啦 因為這只我手用而已 然後這一個呢 就是呢 統計的 然後這一個呢 就是線性擬合 這一個呢 曲線擬合 所以之前講線性擬合呢 就是y等於 ax加b嘛 啊 它也是屬於某一種擬合 所以在這裡的曲線擬合 很多個 線性擬合呢 就這一個 只是這裡用呢 這個mx加b 啊 有時候就y等於ax加b a跟b呢 就是它的常數嘛 然後呢 現階段 它用mx加b 這個m呢 就是它的協率 二次擬合就平方了喔 那你還可以更多三次方四次方 你就自行決定喔 反比 齁 就這裡嘛 x分子a 這一個x 啊 其他的我不理他 因為剛剛講潮系呢 請我們 的11號的柯先生用的是這一個正弦的擬合 然後剛才去找出來呢 它的周期呢 用12 因為那個潮系的話 周期11個小時多 快12個鐘頭 所以大概剛剛去找數字呢 周期就這個b 只大概12 但它這裡除此之後 還有這個a的常數啊 c的常數啊 珠的常數 所以剛才跟11號講那個a c珠 下次就交給他了 總之呢 就是正弦擬合 就是這裡的sign 那也要跟他呢 不一樣的是余險就cos 那 空巢我們都用正弦啦 其他的你自己有興趣自己去嘗試囉 因為我已經講了55分的 快鐘響的GG了 來 那我們繼續往下這裡看的事頁了 所以呢 等於這個呢 註解 這統計的 然後呢 這其他不一樣的功能 總之 他右手邊 你把他滑鼠移動過去 他右手邊他自己會跑出來啦 那你就自己有興趣去做嘗試 來這裡說資料怎麼了 資料的話呢 儲存方式一定有他自己的格式 那這一個呢 Spark Review他本身的格式呢 就 只能夠用他的軟體 那如果你要用其他的去處理 可以輸出TST是文字檔 然後呢 這個 CSV呢 就類似我們那個Excel 那個試算表的表格的格式 可以用Excel去打開 那當然我們Google的試算表可以去打開這一些 雖然是可以匯出資料的 那剛剛的潮汐資料呢 我想要用匯入 沒有辦法 可能他還不行匯入 他只能匯出啦 只能匯出 匯出資料 數據 或者圖 沒有辦法匯入 因為我剛剛的潮汐資料就想說 我如果可以匯入比較方便 沒辦法 如果我可以呢 複製貼上也沒辦法 一次整一格 所以還是有功能上的一些限制 那圖表的話呢 這裡就有數據的呈現 就直接數字 那比較好呢 就跑出圖 所以呢 通常左半邊呢 就是一個格子 我比較常用的是上面這樣 全部都是給你圖 直接呢 用處理的話就跑出圖 就像這裡原本的預設子就是圖了 那也可以怎麼了 就第三格 左邊跑複製 右半邊跑圖 所以呢 等於像這樣 剛才呢 應該呢 一開始叫做時間軸 然後看某個時間 然後呢 我的溫度如何 所以這裡就有了 按理說這個時間呢 等於我剛剛測了幾秒 測了 剛剛講200多的樣子 剛剛是200多秒 糟糕了 糟糕了 換我緊張了 57分了 1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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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200多 170 180 喔 不想拉了啦 反正就 兩三分鐘就對了 然後這個溫度呢 就會一直變來變去 那所以呢 這裡的圖呢 也可以可以看到 180幾秒 因為圖這裡有180了 所以也許19差不多3分多 那這裡的話呢 等於你也可以改它的 有日期的一個時間 就會變成這個模樣 所以你這裡可以自己去踹踹看就對了 所以呢 等於呢 我比較常用的呢 是第一個 直接圖 或者呢 左邊數字 右邊圖 那你自己選擇你要的 不一樣的擺設的方式就對了 好 所以呢 這等於圖 這個單純的數字 這表格 所以我比較常用的是 第一個加第三個 第二個哪時候會用到 可能我剛剛講的 用 一開始講的那個pH meter pH的那個感測器去測 那其他的呢 這個 就直接呢 像我們溫度可以變來變去 用指針的方式 或者這個柱狀圖 其他不理他了喔 因為時間的問題 那詳細這裡有介紹 SY 就曲線圖 那數字就直接呢 像表格 表格裡面呢 都有數字給你看 所以事實上呢 B跟C的話 我反而覺得C比較好用 你只有跑一個數字 而且是當下 所以我反而覺得 B 比較不好用 C 比較好用 子方圖就是柱狀圖啦 然後這裡有講 類似pH值的部分 其他的 這裡我縮小一下囉 因為時間問題 那其他的這裡的一些簡易的 意用的話 他有講到 可以利用這裡有波形的呈現 FFT 這個呢 等到下一次 因為呢 我們的電腦本身有內建麥克風 或者呢 你用你的那個 接的那個麥克風 我下次再給你講怎麼用 意思 你現在沒有我的溫度的感測器 我們還可以用電腦本身那一件的 那詳細的呢 下面有說明 只是現在時間的問題我就不再測 因為等於呢 我們這一份的我們看了上半部 那下半部的話呢 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我們下次呢 再來看他 所以我今天只大概看了前半部 那我先把我的螢幕的錄影 先按停止好了 那我這螢幕的錄影 我按停止糟糕 我要在哪裡按呢 來這裡我請